感谢各位来到深山歌脱口秀捧场 在说起今天的主题之前 先和大家聊个我经常说的话题 在我录制节目的现场只有一台手机 所以大家要是听得不太清楚 可以把手机的音量稍微调大 那么一丁点就可以听到很标准的普通话了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什么 相信大家看了标题也都懂 说的是金星做的这一档节目 请的是蔡国庆 蔡国庆之前我不是认识的 只是她上了金星秀以后 我才懂得有这么一个人 蔡国庆是1968年9月17号出生于北京 这个是北都北科上面所写的 可是经过我仔细查阅的话 像蔡国庆她不是9月17号出生的 她是1968年10月1号国庆节那天出生的 所以也就叫做蔡国庆 当然啦 1968年49岁 差不多50岁了 她自识 在金修秀上面 她自己说到50岁了 但确切的能力 我们也不太清楚 毕竟像她那个年纪 我们90号的叫她也应该叫叔叔啦 他们很多网友说我是00号 其实我是90号的 我也看没有那么年轻吧 说90号有点抬举我啦 不过呢 既然她上了金星秀 那我就顺便把她的事情 捋一捋 说给大家听 然后我打算这样 我点评金星秀的话 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然后是总结在金星节目上 所得到的收获 能不能带给我们听 或看这个节目的人 一些经验或者心路历程 帮助我们找更少的弯路 大概就是这么一点 一个中心说的是什么 说的就是金星所请的人物 蔡古庆 两个基本点 就是以金星 他的毒辣和刁难的提问题 提问题 让嘉宾回答一些隐私 或者比较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先来聊一聊蔡古庆吧 前面已经说到了 蔡古庆本人是68年出生的人 49岁 差不多50岁了 像这一代的人的话 他们很多年轻一点的 就已经做爷爷了 可是蔡古庆有了一个小孩 不到七岁才六岁 去年2006年 爸爸去哪儿第四季的时候 蔡古庆就带着他的小儿子 跟着这些明星一起去游玩 当然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蔡古庆 我也是精心说了蔡古庆 以后我才在网上查到资料的 而蔡古庆为什么有那么小的儿子呢 因为在网上 人家也证实到了蔡古庆的女朋友 姓秦 为了她可以不结婚 而且为了生小孩 用蔡古庆自己的话说 我在家就是做大爷 什么他妈妈都听我的 他妈妈指的就是他小孩的母亲 他们虽然没有办结婚证 但是呢 这个女的还是非常乐意 开心的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大的自信呢 在整个精心节目过程中 蔡古庆用她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觉得一个男人 像我自己的话 我从来都不会担心自己没有女人喜欢 哪怕到我60岁或者70岁 我依然相信会有女生会喜欢我 这么大的一个自信 出于什么 是因为她的金钱 还是才能 还是一些太过于长久的自信 所造成的心灵扭曲呢 这个我不得而知 但是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她敢于40多岁以后才生儿子 你看她现在49岁 儿子6岁 她43岁的才有了她的第一个小孩子 在这个年纪的话 她的同龄人当中 结婚要是早的 女儿都可以出嫁了 43岁 什么概念 打个比方 一个女的 像我有个朋友 女性结婚早的 16岁就开始怀孕 17岁生小孩 要是到了她43岁的时候 她已经做了婆婆了 她43岁 她的女儿就23岁了 你说43岁 这个概念算大的了吧 可是蔡国庆呢 才刚刚有小孩 而且是没有结婚 依养活得很潇洒 能够像她这样的人 恐怕为数不多 这必须要有什么呢 强大的物质基础 你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强大的物质基础支撑 没有这个物质基础 像我们领工资的 在二三线城市 你也只就一个月两三千 五千块钱就算高了 一套房子最便宜的 也要五六十万 你要做二三十年 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买了一套房子 还说什么 自己一个人结婚 养老婆养小孩 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实在太少了 这个扯言了 要再来看看 精心提问蔡如庆的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她说蔡如庆的第一个初恋是谁 蔡如庆自己也说了 她的初恋是比她大两岁的 一个女孩子 姓轻的 具体什么名字 这里作为别人的饮食 就不一一一说得那么清楚了 她说她经常是朝思暮想 每天都想跟着这个女的在一起 她们是一个在 一个舞蹈团队里面的 后来有一天她去游泳了 她就假装掉到游泳池深水区 然后就在那里拼命地叫 救命啊救命 还喊着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结果那个女的真的过来 把她救了起来 不过这件事情让她记忆特别深刻 当她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还是迷飞涉舞的 可见当时这份感情对她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她也说了 现在她那个女的依然还有书性来往 但是她也不怕她老婆当心 她也没有老婆 她也不怕什么 不怕她老婆当心啊 所以这是她的往事 还有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精心问题 精心提在哪里呢 我想一下看 我都不太记得了 好像也没有太多吧 她只是告诫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就具体的事情我不说 她的意思是说 她告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以自己的经济实力 自己的行动能力 有把握的去谈对象 然后再结婚生子 不要再没有公司基础 充满地被社会绑架 被亲戚绑架 被朋友绑架 这样充满地结婚 这样过的生活 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会活得很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总结 所以说这一个节目 总之来说 蔡国庆这大半生还是过得很顺利的 这个东西不是单一的靠来的技术 其实上一期我也说过了 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好这一生 起码有这五点是和自己分不开的 一命 二运 三基德 四读 四基德 五风水 错了错了 一命 二运 三基德 三风水 四基德 五读书 如果你的命好的话 其他你都不用了 如果你命不好 那你就看你的运气了 运气好了 你这一生有运气就 运气又不好 要看风水 要是风水好的话 那就比较稳定了 你的生活 那风水又不好 你就要多积点德 多做些善事吧 要是德行也不好 那就多多读书吧 像我这样的话 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一定点命运 好了 今天的精心秀 点评到这一期 精心秀这一期点评就到这里 可能说的不是很流畅 也不是很好 要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点触动 或者有一点开心 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那些喜欢骂我的人 希望你们口下留情 我不想开口 我不想在视频下面留言骂 的原因是 要是我一开骂出来 我怕我在整个网络上都会走红 所以还是希望你们口下留点德行 还有那些喜欢点评的朋友 可以在我的视频上面点评 喜欢我说什么的 要是被抽中了 到时候我会发个五块钱的红包给你们 再有一点的话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优酷 土豆 腾讯 收湖 还有UC 网站上都可以收到我的视频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下期我们再见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少一少图中二维码 和七百万小伙伴们一起学习成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